一山跨梁省 香岳在马山 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是湖南省称州市一张线的大美马山 林木叠翠 风光绚丽 马山也被称为中国南方原始生态第一山 位于香岳边界的它还是广东省第一高峰 但更神奇的是 这还是一座不用爬的山 网山无止峰 在海拔1400米至1600米处架设所道 高山所道光是单线就有3.7公里 还有连接步行站道的自动扶梯 更有供游客方便上下 高达140米的摩天岭电梯 对于既不想爬山 还想看风景的人们来说 这下可就是鱼和熊掌都可兼得了 乘着现实版流浪地球的太空电梯 在高山云海中穿梭 感受科技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超时空景象 鼓下的凡门逐渐被忘却 只剩下云端里的点点心事 被山风吹散 向云端飘远 随着海拔的上升 气温也逐渐下降 习习凉风吹过 这次的莽山之行 顿时让人觉得 世间万物只剩值得 虽然莽山不用爬 但我的肚子还是咕咕作响 旅行最少不了的就是美食 而莽山黑豚早已列入我的打卡清单 切成薄片的黑豚肉 清蒸三分钟 揭开锅盖 烫熟的猪肉紧缩成团 像一朵朵含苞带放的山茶花 洁白无瑕 不用加任何调料 一口下去是莽山黑豚独有的清香 再搭配各类山野风味美食 旅行的疲惫 顿时消散在脑后 完了一天 莽山的自然风光和现代科技 交融得无比和谐 人与万物相处 无非就是平衡协调 在这里体会万物有灵 而我的心也逐渐归于宁静 山水画卷 沉舟相见 第二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 邀你一起继续湖南 继续参舟